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今天上午我们学习一下大小拍开窗 前面我们已经做了等大开窗 把这等大开窗删掉吧 叫做大小拍 大小拍开窗 要求 要求 所有开窗 只开 焊盘 不 不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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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如下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的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 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比方说这里 打个字 这是没做大小拍拍窗的效果 看这里 看这里 看这里开了 看这里 这里是多边形 实际焊盘为多边形 这是没做的 这是没做的 我给大家做一个 做过的 我用这个去擦一下 擦一下 ACL 然后再用这个去 煮一下 画的ACL 那 这是做过的 这个就叫大小拍开窗 OK的 切片 为方形 看这里 这里没有开窗 这里盖油了 黄色的才是焊盘 要注意哈 你看 人家这贴片刚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哈 下面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效果 OK 我教大家批量处理 批量处理 处理方法 一 第一步 我先把这里之前的删掉 第一步 使用这个问号 使用问号 将所有将线路成 将线路 线路 层 正 线路 拷贝 到一层 并放大 一板 好 使用这问号来选 注意要不要复兴的 使用问号 将线路层 线路 拷贝到一层 并放大一板 注意把这个取消掉 这个取消掉 这个取消掉 这个取消掉哈 这个功能 我给大家切一下吧 这问号的功能哈 我只保留 这个不要 N 我打个N吧 N代表是不要 红色的 N 这也是N 这也是N啊 打N的是不要的哈 点起来的哈 这样选择 只选中线路啊 写了放大一百 拷贝到一层啊 Auto ECO 拷贝到一层 放大一百 好 放大一百 OK 好 第二步 第二步 操作层 放在 S层 主汉层 你正在做哪一层 我正在做底层 我就用底层了吧 主汉层 将主汉 拷贝 拷贝 正性 啊 就全部正性 同样要用这个筛选的 啊 正性的啊 将主汉全部正性 选中 拷贝到 一层 拷贝到一层 拷贝到一层 放大 一百 去掏 一层 就这样选中 用这个选啊 先找问号 把这个负性的勾起来哈 把负性的勾起来 一定要注意这个负性的勾起来 这是个重点哈 你不勾负性倒是做出来一堆的垃圾 好 记住重点 这个筛选器我在教大家的时候就讲过 这个筛选器是个很好用的功能 一定要注意 这是个重点功能 把负性勾起来 然后再选择这个 再退 啊 这样子的哈 拷贝到一 Auto1CO 拷贝到一层 Yes 放大一把 这样子 去掏它 好 去掏它就行了 每个功能都给你切出来 你还搞不定 你别说了 好 掏了之后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工具来的 一层 第三步 将一层光山 Auto1O 光山化 光山化 就要光山化 Auto1O 好 光山化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一层只是个工具哈 第四步 第四步 再将 线路 层的线路 拷贝 拷贝到 二层 直接拷贝到二层就行了 注意啊 我说 我说的是线路 应该叫做线吧 这个路子就少了吧 就不要这个路了 再将线路层的线 拷贝到二层 拷贝到二层 注意 只选正的 正线 正性的线 不要负线 那个削拍的 那个负性的 那杂七杂包的垃圾 你就别烤出来了 啊 把这个负性勾掉就行了 把这个勾掉 还用的是这个功能 是吧 铜皮勾掉 就保留这几个就行了 算了 给你们切一下图吧 等下 你们又搞错了 这个 no no 不要 这个 别要 N 这个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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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不要的 别搞错了 直接这样选就行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些线 我要的就是这些线 把这些线 拷贝到二层 Auto ECO 你看拷贝到二层 不要放大 不用放大了 拷贝到二层 拷贝到二层 拷贝Auto ECO 也是这样子 这一步就用了两个功能 二层 OK就行了 好 OK 好 这是第四步 再将线路层的线 拷贝到二层 注意只要正线 只要正线 好了 接下来 我再用 第五步 操作层 放在 一层 Auto 加一 加 M 加O Auto EMO 用一层 移动到二层 拷二层 并放大100MY 如下 我把这个功能也切一下 Auto EMO 二层 放大100MY 放大100MY 就这样 操作层放在一层呢 这个步骤有点小复杂 去掏它 其实我要找出来的一个东西 二层 OK 你看 二层就变成了这个小睡渣了 不要着急 二层变成小睡渣了 好 再 将二层 光彩化 Auto EO Auto EO 光彩化 也叫做表面化 好 Auto EO Auto EO 表面化 这里面有负性 你不表面化不行的 我Ctrl加Z给你们看一下 Ctrl加N 你看这里面好多负性 我要的是这些小睡点 Auto EO 它们两个就合起来了 对吧 这东西就不见了 好 现在已经接近完成了 然后再用 那我要找什么呢 其实我就想找这个小睡截了 就想找这一截的 接下来我再用线路上的焊盘一掏 我不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吗 就找到这一个小睡截了 我现在就 我弄了半天 其实我就想找到这一截 就是想找到这一截 我就想要这一截 用这一截去掏足汗 不是掏出来了吗 OK 下一步就是 再使用 啊 操作层 放到线路层 选中所有焊盘 Auto 加1 加C 加O 并放大 并放大 100 并放大100 去掏 二层 好 看清楚啊 其实这个这个步骤可以不要等会一起弄都行 这可以一会一起弄 这 这个剪切掉吧 这变成第六步都可以啊 这样子 用两个掏完之后再去 再去逛3就可以了 只拍 只选拍哦 啊 就是再选一次拍 焊盘 去掏二层 Auto 1 C O 去掏二层 放大100 啊 就这样 就这样 1 2 3 好 直接去掏 掏出剩下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东西你等一下一掏 这里不就 这里不就好了吗 等下放大去掏它 不要着急 好 第七步 再将 二层 Auto 加1加1加O 光山化 表面化 第八步就完成了 Auto 1 1 O 好 第八步 拿它去掏 主汉 行吗 根据公司要求 我要的这个小点点 我要的这个掏这里的 掏开窗的这个东西全部已经被我找出来了 我转了一大圈把它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一网打尽了 好 根据公司 根据公司数据 要求放大 二层 去掏 主汉 即可 好 这个数据 每个公司有一点点小的差异啊 我就直接Auto ACO或者是 Auto ACO GPS层 我放大多少 放大75吧 去掏它 那我这里不就做出来这种效果了吗 看来 所有的效果都做出来了 我放大75 那 每一个都做出来了 统一的一个处理方法 全部做好了 这里 放大75 Auto ACO 这里 一般放大75够了 你用我这个数据也可以 第八步 这就需要八步 好 完成 下面这两层都是垃圾层 这是过渡层 这两个都是过渡层 这个 最关键 我绕了一大圈 其实我就是找出这个小 找出这个小点点的 然后用这个小点点 一掏主汉 掏主汉层 这里写的是主汉 掏主汉 用二层 放大二层去掏主汉 这是个重点 你看我找了半天 我就想找这个小碎层的 我找到这种小碎层 再去掏它就行了 OK 没关系啊 搞不定的话 用手工一个一个处理也可以 就像这 手工处理也简单 用这个线 去切它 AutoACO 去切主汉 去切S 放大100 你看 切一下 然后再用汉盘补回去 AutoACO 等大 或者是放大40 这样也可以啊 这一个一个做也行啊 你如果我教你这个方法 你做不了 你就一个一个做 这里面有几千个啊 加这里全部加几 就应该有几千个啊 你可以手动一个一个做 你能学会我教你这种方法最好 学不会就手动做啊 我希望你们手动做 好 那今天上午就讲这么多吧 接着练习